12月29日 著名女演员惠英红 及滕立明等一众演员出席舞台剧 《玻璃动物园》的首演即拜神仪式 毕竟是首次演舞台剧 红姐自演 现在确实有些紧张 但对正式演出还是显得信心满满 今天是特别有一点紧张 因为整体的委会所 我们要配合灯光还有音乐 所以现在有什么概念都不知道 我可能站在台上会好一点 对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红姐坦言 由于近日天气变冷 致使喉咙不舒服 所以不太敢大声说话 担心演出时声音会受到影响 今天我就已经开始没怎么说话 因为说话都放得很轻 因为我的都很多对白是叫出来 喊出来 所以我怕我闪门不太好 提到喉咙发言的问题 不由令人想起昨晚 刘德华因为喉咙发言 而终止演唱会议事 红姐址早上看到报道后 自己亦倍感压力 并由衷兴望华仔 快点好起来 多多保重身体 本来今天没有压力 在我的咽喉嗓门上 可是今天看到报纸 我都哇 马上我自己都有这种压力 可是我 真的我想在这里 要祝福她 要她保重保重 对 对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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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见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